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藍色参的东方在本地帮马连杀科战 和王大仙争联赛杯最后一个四强席位 淘泰赛没得留的了 卢高位被美路屎拿鱼 但占冻了 之后那一个角球开出 第一下投锤不得不紧 有基奥运来保重 东方在9分钟领先1比0 不过优势维持短短2分钟 就被对手由新组追平 两队要由头来过 今场波两队组断攻势多 当中以东方那边威胁大些 基奥运来又离 嘩 这么近都说到 没办法 之后那些机会都硬是差一点 而更麻烦的是 美路屎拿鱼在34分钟拿第二面王牌 东方要10人应战 在球场之上 比踢少一个更麻烦的情况 就是踢少两个 梁志荣拿鱼 排出场了 幸好有新加盟的聂凌峰 在下半场换入 巩固着防守 而球员都每人走多步 未保人数上不足 9个踢11个 下半场东方的攻势 就没初段那时那么多 但是之后劳高都试过 将波送入网 不过庞正说违规在先 不算数 下半场换入网 之后又有麦亚里士打的远射 再有劳高的这一球 可惜都未能够成为入球 今次就是两队龟内第三次碰头 过去两次都是东方赢 都是赢2比1 今次就要踢到加仙 而踢足82分钟 比数依然是1比1 遇用最刺激又最残忍的10点马 决定4强席位随缩 东方第一轮的罗笔涛 到第二轮的麦亚里士打 倒是不入 王大仙就头两轮入 这个时候东方总比数落后1比3 第三轮叶鸿飞挡出莫斯奥这一球 加上之后基南马射入 一度追近2比3 不过之后就没人射失 当杨次鸿在第五轮射入之后 东方十二马输2比4 总比数输3比5 未能够进级联赛杯4强 无论赢也好输也好都竟已过去 宋马仍让祝各位新年进步